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喂 爸 什么 坏人了 爸 你不是答应我是小绵演奏的吗 事情就等不定了 爸 爸 雨桐 我不会让你为难的 听说你放弃演出了 你很聪明 知道雨桐和演出之间 你只能选择一样 你放弃演出 是不想让雨桐耗尽我 但是艺术是残酷的 一辈子也许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你不后悔吗 我当然是很渴望成功 我也很享受掌声和鲜花的荣誉 但如果要我两者选择一个 我永远也不会放弃雨桐 所以我不会让她为难 易小绵 你说的话我很感动 但可惜我们是情敌 北教授现在已经站在我这边了 雨桐最终也会回到我身边 你现在的坚持 只会让你今后更加后悔 如果 我现在选择妥协 我才会后悔一辈子 祝你演出顺利 让我们热烈祝贺北振华教授 荣获国际临床医学大奖 好 谢谢 谢谢 接下来呢让我们有请出 远道而来的嘉宾蒋子虞小姐 她将为此次典礼演奏祝贺 易小绵 卫教授 现在已经站在我这边了 雨桐最终也会回到我身边 你现在的坚持 只会让你今后更加后悔 等等 对不起 我希望大家能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我先向大家自我介绍 我叫北雨桐 我是北振华教授的儿子 对于我爸爸的在语归来 我内心觉得非常自豪 所以我要在这里 衷心地祝贺我爸爸 恭喜你 同时 我也想跟你说一声 谢谢你 因为我记得 你曾经跟我说过很重要的话 你说 你的根 就在这里 就在你的故乡 不管你的人在哪里 也不管你获得什么奖项 是这里造就了你 这句话我以前不懂 但是 现在我懂了 我明白了 我也理解了 因为 我也是 在我的故乡 这一片土地上 找到了一个 让我十分珍惜的人 一个愿意跟我相伴一生的人 她就是我的女朋友 所以我希望 可以借今天这个机会 我想请她 到台上来 为我爸爸演奏一曲 不仅仅是代表我 也是代表我们一家人 忠心地祝贺 我们的爸爸 北正华教授 在这里 我还要忠心地感谢一个人 她就是 蒋子余小姐 没有她的配合 我就不能给我爸爸一个 这么大的意外惊喜 谢谢 请大家 欢迎我的女朋友 易小棉小姐 不用担心了 不管怎么样 今天就会 她是说明的 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人 从你手上抢走她 要是你真的担心 真的害怕的话 那好 一直看着我 我一直陪着你 走吧 来 小晨小姐 停 在小晨小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时 在我耳边响起的不是悠扬的琴声 而是怀表指针滴答滴答不停转动的声音 那是我停滞的人生又重新开始转动的声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是怎么搞的 为什么不阻止北玉桐 为什么让她出人头地 出尽了风头 你为什么要选择退出 梦董 我希望您明白 我不是你的下属 任何事情我都有自己做主的权利 你跟一小年的恩怨怨与我无关 是吗 年轻人 我可告诉你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回来找我的 我希望自己永远不要走到那一天 再见 别说我这个助理不称职啊 喝杯咖啡提提神吧 谢谢咖啡 什么东西这么干啊 还用说吗 大话改建了 一期工程就要开始了 不过这个老宅的去留还没有定 早已经有定案了呀 梦董会不惜一切代价 拆掉那栋老宅的 那我只能把它当成是一个 挑剔的客户 设计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案出来 既不影响工程 也会让他心甘情愿地保留老宅 算是挑战我的设计水平吧 说实话 你是不是在跟北宇童较劲呢 较劲 因为在这次颁奖礼上 北宇童为一小年做出那么震撼的举动 你打心底里面不服输 宇童为了小年不顾一切 我佩服 我没有把它当成对手 而且 保留老宅是我对小年的承诺 我只是实现承诺而已 念神那么犀利 那倒不如过来帮我看看图纸吧 来啊 以前我一直认为你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大少爷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不可多得的设计人才了 两尊处优的大少爷 两尊处优的大少爷 总不能光说不做吧 谢谢你的咖啡 你啊 可是第一个认真看这份图的人 叶航轩 比起被北宇童保护的一小年 我更羡慕那个住在你心里的一小年 小年啊 我正找你呢 好消息啊 昨天晚上你的演奏大我好兵 光想采访的就有十几通电话 还有好多观众啊 去为你的演出实践 怎么样 我曾经说过嘛 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好 接下来 你就不要再荒废私情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可以回到乐团 是啊 领导层一致决定 恢复你乐团的工作 快去资料室收拾收拾吧 我不同意 不知道 你什么意思啊 易小明 你昨天能够重返舞台 靠的是什么 你应该心里拥有 比我更清楚的 靠的是你的男朋友 是后门 对吗 不知道啊 这话不能这么说呀 机会是敲门转 但是 小明的实力大家伙 是有目共动发 仅仅的一次表现好 那能叫实力吗 他的水平是忽上忽下 这只能让整个乐团的人 跟着他一起提心跳板 还有张总 我才是这里的艺术指导 所有乐团的人 人员安排 应该是我的说了算 不是 这是工作调度 让绿丽已经出来了 梦知道 我是真的很想回到乐团 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 在我这里只有实力 没有勇气 我可以当替补 替补 对 我不用参加正式的演出 但是 如果你们需要替补的话 就用我 谢谢 小明 我说伟真啊 你我同事十几年 我说你这个不尽人情的脾气 怎么 怎么就不能改一改呢 你知道什么 我这才是在保护他 我说你这个艺术总监 声话太没有分量了吧 大剧院居然 要恢复易小勉的工作 姑妈 演出当天 您不是也在场吗 那艺术总监的表现 那是有目共睹的 而且社会反响又很好 就不是我一个人 说了就能算了 就算我现在说了算 又能坚持多久呢 这个小女子 居然在我的眼皮底下 爬起来了 我看 您最好还是有个心理准备 这个艺术总监恢复工作 我觉得是迟早的事 行了行了别说了 这个小女子为了几经乐团 真是不择手段 她宁可当替补 她脸皮可真够厚的 行了 你就让她当替补 永远等机会 让她一辈子都上不了场 她想出人头地 做梦去吧 妈 孟董 这是大华项目的改建方案 我已经完成了 请你看一下 我不是早就说过了吗 工程和设计 用不着你来操心 够了够了 我不想做一个废人 好 既然你现在那么有时间 就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我们公司 花了这么些个钱 请了这些记者 都在给易小棉做宣传呢 难道你想花钱请记者 故意抹黑小棉 好吧 好 唐轩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找一个 门当户对的女孩 结婚 你让我顶着总监的头衔 领着总监的工资 却整天把相亲 当成是全职工作吧 你从小到大几斤几两 我能不清楚吗 你走的每一步路 不都是我给你设计好的吗 我就怕这么一松手 你就会摔得粉身碎骨 有一个教训我永远不会忘记 当年 就是对你爸爸太放纵了 造成我一辈子的痛和 一辈子的错 这种错我不会再犯第二次 唐轩 在你接手加入之前 我不会让你出任何疲漏 想闻了吗 对不起 我没再听 你从小到大几斤几两 我能不清楚 在你接手加入之前 我不会让你出任何疲漏 我不会让你出任何疲漏 全脉加蛋 口味没变吧 怎么了你 心变了连口味也变了吗 昨天的事谢谢你 是你把机会让开了想念 别把我说得那么伟大 我只是骑虎难下 没办法只能放弃 不过这件事情 让我看清楚一点 至少我对你的坚持是正确 像你这样处处为女朋友 着想的男人 哪个女人不想拥有 你也别把我想得太好了 说到底我恐怕永远没有办法 让你和小绵同时得到幸福 所以我就该是被放弃的那个吗 不过没关系 我现在每天在俱乐部能看到你 我已经很幸福很满足 你别这样折磨自己好不好 就算你真的每天来这里看我 你真能快乐吗 但是如果看不到你 我连痛苦都感觉不到 就像一具行尸走肉一样 紫瑜 你是不是忘了 你以前多么想成为一名医生 当初你为什么放弃学业 为什么离开你 如果有机会 你应该重新回去学习 重新实现你的理想 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了好不好 吴雨桃 我从来没有想过 让我走的那个人会是你 我现在在你心里面 是不是特像一个过期的灌头 你想赶紧把我给扔了 反正现在 我说什么做什么都是错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做什么 你等一下 如果你真的想弥补我 你可以答应我两个要求 第一 以后你每年的生日 都给自己买一个大大的生日蛋糕 上面插上十八根蜡烛 因为我希望我们的快乐 永远停留在地点 这我可以答应你 另外一个呢 跟我在一起一个星期 瞒着一小年 这绝对不可能 雨桃 你别让我看不起你好不好 雨桃 爱情都没有了 希望也没有了 我还要那些尊严干什么 自从一小年把我从你身边抢走 你越是幸福越是开心 我就是越痛苦 我也要让他尝尝 他的男朋友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那种只能等待的滋味 她是我这个世界上最恨的女人 为什么你现在变得那么偏激啊 爱情本来就是偏激的 我知道 我现在不是那个理智的蒋子鱼 不是你回忆里 那个让你喜欢的蒋子鱼 我只是一个女人 我只是一个被男人抛弃的女人 那些气度 胸襟 通通与我无关于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雨桃 如果你还想我继续尊重女人 什么都没说 雨桃 别装了好不好 我叫你别装 你手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了 我问你的手怎么了 说话呀 你给我看看 怎么会这样 看上去好多了 你要说的 可以说了 嘟嘟 我说对你 我跟你说 其实你也没有上次里 你 есть 不要 说明了 你没有上次 我 或是怎么发生的 我根本就不知道 虽然捡回了一条命 有一份随心骨折 我现在手臂里还打了六根钢铁 也就是因为这样 我永远离开了手术台 那为什么你要等到现在才跟我说 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 要扮演一个弱者 来博取你的同情 我始终坚信 不管距离多远 时间多久 都不可能将你我的心拉开 但是我太高估我自己了 我现在终于明白了 在爱情的世界里 自信和骄傲 根本就一文钱都不值 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 就是祈求一个已经不爱你的男人 再去爱你 不是 我们在一起iles 跟我在一起刑天之后 我就彻底 彻底地离开 对不起 我不可以背叛消灭 这不是背叛 我保证 这七天里我们什么都不会发生 我一个人去西藏的时候 有一个喇嘛告诉我 人死之后 可以带走人世间最幸福的七天经营回天堂 宇童 我只想你陪我再去一次 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 怎么样 我做的快餐还合你胃口吧 这是我吃过最好的快餐 喂 宇童 哦 我知道了 那你也好好照顾自己啊 拜拜 怎么了 没事 宇童说 她这几天要待在俱乐部 不会回老宅 她没说什么 一定是工作的事 她特别在乎俱乐部的工作 我呢 从小佩服宇童 天不怕地不怕 不受任何先知 不让别人意见作用 也不会受别人影响 听从自己的意志 更重要的是她会勇敢地 追寻自己想要的 不会气馁 不会妥协 只有她在颁奖礼上 有这个魄力去为你争取 黄轩 我先回去上班了 你呀 有空的时候 一定要带我姐都回家坐坐 没问题 这个给我收拾好了 不用了 我来就好 谢谢 好 谢谢啊 拜拜 拜拜 喂 找谁 请问北宇童在吗 北宇童啊 她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有事你打的手机吧 雨童说 她这几天要待在俱乐部 不会回老宅 没想到你还是一个 不可多得的设计人才吗 谢谢你的咖啡 你呀 可是第一个认真看这份图的人 你呀 可是第一个认真看这份图的人 你呀 可是第一个认真看这份图的人 这些 就是你们这些著名的 优秀的设计师们设计的 孟董 这也实在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 那栋老宅它原本就在计划中心区 怎么设计也绕不开呀 我高兴聘用你们 是为我公司解决问题的 不是让你们在我面前 表演你们有多无脑 你们都一把年纪了 你们是有设计经验的呀 孟董 这脚前面有钉子 我们也不能闭着眼 踩下去了 孟总 这个方案你什么时候能定下来 到时候工地一拖就好几十万 我可拖不起呢 孟董 我想打扰各位几分钟 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 我知道 我这有一份关于大华改建的方案 我想请您先看一下 哪位设计师设计 您先看一下这个方案怎么样 然后我再为您介绍 这是哪家公司的设计 不错 不错啊 不错啊 确实不错 挺好的 是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 我们公司的人才都在这儿 真的是出自我们公司 只不过是他平时不显山不漏水罢了 谁啊 这个设计方案是出自于您的儿子 叶恒轩 叶总监 恒轩 而且原来是恒轩做的 其实总监最近一直在为这个案子加班加点的 建筑设计一直是他的职业理想 而且您也应该看得出呢 他继承了总经理的设计才华 作品也是非常优秀的 虎父如犬子 孟董 这是我们目前看到的最好的方案 大华街道很多住户还没有煤味 缺乏设施 这个策划非常周全 可行性也非常地高 这个方案 前期建议网留大王老二百四十七号 对前期工程完全不受影响 行 你们都出去吧 让我考虑一下 不能 先走 这真的是我儿子杭轩的作品吗 当然啊 您怎么会这么闷 杭轩是我的儿子 我不能让他走错一步 我不允许他在工作上有任何的披露 孟董 我非常理解您的意思 但是 我觉得您也应该相信您儿子的才华 没有披露并不是万事大吉的 我想 其他股东 员工 也不会接受一个毫无作为的接班人 对于这次改建的方案 您和公司一直都没有满意的 我觉得 这次应该是总监 施展才华的大好机会 大华改建是大项目 如果做出成绩 对于总监接手家荣 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 还有 孟董 我真的非常希望您可以给总监一次机会 我觉得总监的成功 也就是您最大的自豪 最大的骄傲 这样吧 一个小时以后 通知相关部门都来开会 打了电话 把杭轩叫回来 就问他说 这个会有几个董事也会参加 好 谢谢 你 彗特 为什么关机 小绵 给你的 我呀 真羡慕你们这种小行李 我没双玫瑰花 连油菜的花都收不着呢 先生 您的快递已经确认 您订的玫瑰花 易小姐已经签收 好好 谢谢你啊 我的礼物呢 我帮你约好了一位外科专家 我知道 你不想让人知道你的手出了问题 所以我也没联系我爸 这是私底下约的 送现女友鲜花 送前女友去看病 你讽刺我啊 我只是希望你的手 快点好起来 就这么简单 我能当一个最好的医生 但是没有你 对于我来说毫无意义 雨桐 你只给我七天的时间 这七天很宝贵 所以不要浪费我这宝贵的七天好吗 再有 你好像违归了 你答应过我 七天里面没有易小眠 走了 走啊 站住 昂轩 你们现在这个样子 什么都给我说 不是 跟我走 昂轩 你先听我说 我不能跟你走 你 毁同你答应过我什么 可是现在你跟蒋子鱼在一起 颁奖原理上 你在所有人面前装成最佳男人 可是一转眼 你背着笑面又跟他在一起 你到底想怎么样 有些事情你不了解 我现在也没办法跟你解释 但是我知道 你对两个人都放不下 但你不能在他们两个人当中摇摆 这样所有人都会受伤 你知道吗 这么简单的道理 我没有摇摆 我爱的是易小眠 我很清楚 可是没有可是 之前我看到你们两个在车里 你说最后一次见了 可现在呢 昂轩 我可以肯定地跟你说 我爱的是易小眠 我不会做出任何伤害她的事情 你相信我 走吧 喂 小眠吗 马上过来 到大世界度假酒店 我在这儿等你 别问这么多 赶紧过来就是 郑宏兰呢 已经认可了业航群的设计 正准备她会拼出几件事 我知道 你妈 为了让你进佳容 上上下下打点了个傻话 可是这孟安娜 就给了你这么个虚耻 咱们当然得赚来 最好的办法 就是在她这个宝贝儿子身上开刀 这人我都安排好了 不过万一 要是叶航轩想要跟她对质怎么办 放心 脏水已经泼出去了 她想洗也洗不干净 你记住 一会儿在会上 你要稳住那个人 千万别让她露气 这是下个月 大华一期改建的工程方案 经过衰选 最后决定采用叶航轩设计的方案 今天特意把两位老总请来 还有各位在座的 就请你们多提提宝贵的意见吧 这是很好的创业啊 看来现在这年轻人啊 就比我们这些老家伙们 头脑灵活 很有远见 老陆啊 咱们不负老不行啊 孟总啊 我那个儿子从小处处就比不过航轩 现在看来啊 她要有航轩的一半 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希望各位在座的长者 都很有经验 对于年轻人要都帮助 多提意见 先生 你不能进去 先生 先生 懵懂 你是谁啊 你怎么闯进来的 小王 马上通知楼下保安 女女 别紧张 说不定过会儿 还得麻烦警察呢 对 你说下去 大家不是想知道我是谁吗 我就是这份设计方案的 真正的多者 叶航轩 他就是个无耻的剽窃者 一个不要脸的贼 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 我是在监督设计医院工作 前不久 叶航轩找到我 说他是家荣的太子爷 让我帮忙 给他做一个项目 我答应了 可是 我们讲得非常清楚 这个项目的策划 是由我个人独立完成 属于我的个人作品 我虽然只是个无名小卒 但是我 不出卖骨气 没想到 叶航轩他 翻脸不认人 他而皇之地 把我的个人创作 据为己有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跟大家 讨一个说法 这位先生我不得不提醒你 如果欺诈和诽谤 是要坐牢的 欺诈 那我手里的这份图 怎么解释 你不做点功课 怎么敢来闹事啊 这份图纸只是项目的初步计划 大家都还在研究当中 我们公司也并没有进行高级别的保密设置 外人 如果想用一点手段拿到他 也不是不可能 我是叶总监的助理 我亲眼看到他为这份图纸 每天加班熬夜 我可以请叶总监 给大家详细地做一份介绍 以及他手头正在细化的设计内容 到时候谁是离鬼 大家应该就会清楚的 好啊 那我们就来一个当面对峙 上一期 马上打电话 把叶航全叫回来 电话用免提打 来 咱们喝一杯酒 不想喝 女同 我们的七天已经渐入倒计时了 你装也装得开心一点好吗 啊 坐这边 黄学 有什么事啊 这么急 啊 痛了 今天我约你出来 是我件重要的事要告诉你 你小明 我爱你 请你回到我身边 到我们分开这段时间 要不是我退到好朋友的地步 但其实 我从来没有放下你 是 现实就是 我依然爱你 非常爱你 如果你愿意回到我身边 我会比任何人都懂得珍惜 我会时刻提醒我自己 每一分每一秒 都要好好保护你 今天 该不会是什么敌人节吧 不 别不去 她们今天是属于演练 不要管她们 你小明只是一个陌生人与她 小明不是陌生人 她是我的女朋友 你让开